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玛雅曲面菜单下的这个边界命令 那么它的作用跟我们的这个平面命令是比较相似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平面命令所要求的曲线必须是闭合的 并且要求所有的控制点都处于同一个平面上 而我们的这个边界命令所要求的是三条或者四条曲线 并且这个曲线上的控制点是比较自由的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边界命令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出一些比较奇特的形状 我们先把这个菜单窗口独立显示出来 例如我们在场景中创建一个四边形曲线 那么之前我们就讲过了这个四边形曲线实际上是由四条曲线组成的 它并不是一个整体 所以它满足我们的这个边界命令的构建要求 我们只要随意的选择这四条曲线 然后执行边界命令 这样我们的这个曲面就构建出来了 同样的出现这样的黑面情况 我们只要执行反转方向就OK了 那么这个是控制点在同一平面下的构建情况 我们先把这个曲面删除 现在我们适当的修改这四条曲线上的控制点 我们按F8进入组件选择模式 我们选择这些曲线 右键进入控制点模式 我们按住Shift键加选每条曲线中间位置的控制点 然后我们统一的向上移动 当然这里我是为了美观才把控制点统一的进行修改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单独的对控制点进行修改 我们回到无底级别 现在我们再次选择这些曲线 然后执行边界命令 这样我们的这个类似帐篷的模型就制作出来了 我们先反转一下曲面 当然如果我们要增加细分段数 我们可以打开重建选项 这里我们重置一下默认值 这里我们就使用U项V项默认的分段数 然后点击应用 这样我们的这个曲面相比之前就更加的平滑了 那么这个边界命令呢很简单 我们只要记住至少满足三条或者四条曲线就OK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